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各位朋友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PIE TV 今天是纽约时间8月6日星期四 根据科学进展的报告指出 COVID-19 患者出现嗅觉障碍的原因 可能是由于非神经元细胞类型的感染 由于这个研究最新发现 COVID-19 病毒 不是直接通过感染神经元 而是通过影响支持细胞的功能 导致你丧失了嗅觉 这就意味着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如果COVID-19 感染不大可能永久性的损害嗅觉神经 并导致持续性的嗅觉丧失 这种情况以各种精神和社会健康问题有关 特别是和抑郁和焦虑症有关 最近的书记显示 大多数的COVID-19 患者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嗅觉缺失 大多是暂时性的 与非COVID-19 患者相比 COVID-19 患者出现嗅觉丧失的可能性高27倍 而发热咳嗽或者呼吸困难的可能性仅为2.2到2.6倍 另外有研究指出 COVID-19 患者不同于其他的病毒的感染 比已知了直接损害嗅觉神经元 这个病毒感染引起的失嗅症 恢复所需的数月时间要快得多 此外很多的病毒会引发鼻塞等上呼吸道的问题 导致暂时的嗅觉丧失 然而一些COVID-19 患者在没有任何鼻塞的情况下 也会失去嗅觉 这个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更好的了解 COVID-19 患者的嗅觉丧失 推动治疗和改进诊断的方法 比如说 要观察你的鼻子是不是COVID-19 的蓄水池 这个嗅觉确实很让人好奇 对于一小部分永久失去嗅觉的患者来说 可能是毁灭性的 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口永久丧失了嗅觉 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心理后果 只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健康问题 我们要看未来会有什么进展 今天距离11月3日的美国大选 已经不到100天了 在这个紧要关头 美国的联邦选举委员会却瘫痪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联邦选举委员会本来有6名成员 按照法律要求 至少有4个人才能达到法定的人数 才能就相关的选举问题做出决策 但是现在联邦选举委员会只有3个人了 所以这个委员会现在瘫痪了 当然首先我先介绍一下 联邦选举委员会干什么的 它的性质是什么?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独立的机构 和美联储一样 这种机构不对总统负责 独立的处理法定的事件 委员会是在1974年 根据联邦竞选法案而创建的 6名成员都是由总统提名 经过参议院确认 为了保证委员会的中立性和延续性 6名委员会的任期是交替的 每隔两年任命2名委员 同参议院一样 参议院也是每两年改选1 3 其实美国的很多独立机构 都是采用这种交替任期制的 美国人对于权力的警惕 由此可见一斑 每名委员的任期16年 同时也并不是任期届满后 委员就得立即下台 如果总统和参议院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来代替任期届满者的话 这个委员就可以超期任职 直到新的委员被任命 不过超期任职的委员也可以随时辞职 因为总统和参议院要确认一个人选 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要走程序 要有听证会 有背景调查 所以很耗时间 而且6个成员里按照法律规定 来自同一个党派的人不能超过3人 这并不是说共和党和民主党各占3人 毕竟美国还有独立派的人士 委员会的主席也没有投票权 这些就是权力的制衡 而联邦选举委员会又是一个重要的部门 至少在他创建的时候很重要 因此没有接任者的话 原来的人就可以自主选择 是不是超期任职 总统在提名新的人选时候 也会说明一下 新提名的人是要接替谁 另外被新任命的人 他的6年任期里还要减去前任超期任职的时间 比如说今年如果是5月19号 刚刚上任的James and Cherry 他的任期就是到2023年4月30号 实际的任期还不到3年 美国的联邦选举委员会的职责是什么呢? 是确定选举日期吗? 是统计票数吗? 是确认选民资格吗? 是宣布选举结果吗? 都不是的 选举时间是写在宪法里的 总统选举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 就是选举日期 统计票数的工作是各个州自己的事情 鲁文波到联邦选举委员会联邦机构去插手 如果插手的话 就是干涉各个州的州 是违反宪法的 选民资格也是各个州自己的事情 比如有的蓝州就默认非法移民也可以投票 宣布选举结果,先是各个州自己宣布本州的结果 然后再将各州的结果汇总 由参议院议长,也就是副总统做最后的宣布 总之,各种各样的具体选举事务 都与联邦选举委员会无关 连用什么方式投票都是各个州自己的事情 比如说许多民主党控制的州 想用邮寄投票的方法 这让川普非常不高兴 认为这将会产生选举的舞弊 但是联邦政府和联邦选举委员会 并没有权利去干涉这种事情 联邦选举委员会的职责是什么呢? 主要的就是在联邦选举中 就是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贯彻执行竞选资金法 以及调查各种违法行为 比如州长选举,州议会选举等等 即使出了天大的案子 其实这些凡是跟州有关系的 也不关联邦选举委员会的事 我们知道美国选举中 个人和公司等都是可以向竞选者捐款的 但这个捐款并不是随心所欲的 是要受到监管的 而联邦选举委员会就是这个监管机构 委员会披露选举资金的筹集和使用情况 依据法律对于政治现金施加限制 在总统选举中管理公众资金等等 因此即使联邦选举委员会没有达到法定的人数 不能做出重大的决策 但是今年的大选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毕竟委员会的职责 与选举的具体程序并无任何关联 而且各位候选人的资金的使用 其实媒体监督和对方党派的监督 是更为猛烈和迅速的 但是从政治伦理上来讲 联邦选举委员会是不可或缺的 因为它代表着来自政府内部的监督 联邦选举委员会是什么时候开始瘫痪的呢? 就是从今年的7月3号开始 因为一个成员在6月26号宣布在7月3号辞职 本来就缺额两人的委员会就剩下3人了 达不到法定要求的至少4个人 其实从去年的8月到今年的5月 委员会也处于贪婚期 人数也只有3个人 目前剩下的3个委员里 共和党,民主党,还有独立派各占一人 其中独立派的人士叫做Steven Wetser 他从2006年1月10日开始任职 他是在参议院休会期间 于2006年被总统依据宪法规定认命的 直到现在 民主党叫做Alan Wetser Trump 从2002年开始任职直直到今天 委员们的超级任职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而且委员会主席一直 也是由各个委员们轮流担任的 任期是一年 可是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就是因为在最开始 人们认为这样一个监督竞选资金的机构 需要保持他人事的稳定性 但是又不能是司法机构 所以不能像联邦法官那样 设为终身制 因此就为这些人设置一个限期 任期6年 在之后 如果总统不提名别人来接任的话 就可以一直当下去 因此这是在人事上确保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权威 所以看样子在11月3日就是大选前这几个月时间里 联邦选举委员会将继续处于瘫痪状态 不过其实没什么大碍 美国从1776年独立以后 有将近200年都没有这个机构 各种选举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只是对于竞选资金的监督 现在受到了影响 但这也没什么 媒体和敌对党时时刻刻都想搞个大新闻 他们其实比这个委员会效率更高 我是很有信心的预测 拜登尽量的避免和川普进行辩论 其实你没有办法真正的编写一个公开辩论剧本 因为拜登经常说错话 鉴于拜登在最近所有的活动中 仅限于用提词器来朗读演讲稿 然后不回答任何问题 就迅速离开房间 他作为候选人 没有给人留下一个坚强自信 能应对任何挑战的影响 所以一旦发生了辩论 川普很可能赢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当初推翻了国民党的政权 尽管当时局部的时段和特定的战场上 共产党是得多打少有绝对优势 包括三大战役和孟良顾战役 但这些是后期的力量对比 我们看到的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因为很多人在讲说 如果是我们人多你们人少 最终肯定人多的人胜 是错的 凡是叫嚣着不惜牺牲几亿人口的狂徒 不是脑子里有问题 还是保留在一个原始的状态中 又白痴又脑残 以为只要开局兑换子力 就可以战胜或者战合国际打势 任何战争我们知道都是极端残酷的博弈 靠实力说话而不是靠炮灰来堆积 这方面最具扫盲意义的 莫鬼足球和诺贝尔奖 绝不是央阳大国 你玩不过小日本 你连袋鼠治国澳大利亚 其实都可以甩某大国几条街 面对着装备精良的虎狼知识 再多的猪也不过就是徒增对手的美味 一群羊也奈何不了一只狼 在当代武器差别不是非常大的情况下 人多势众其实是无济于事 蒙古人的战刀和满清8级的宝剑 并非特殊材料制造 它的冶炼水平也是不如 大汉乡镇的铁匠铺子 可是当年蒙古人只有200万人左右 扣除妇女儿童老是病残 能够投入战场的兵力有多少呢? 这连学前班的孩子都会算 但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铁区 却席卷了大半个地球 一直把赵宋逼上末日的崖山 最后一亿也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战 南宋的军队无论人数还是舰船 还是战绩的优势 可是结果又怎样呢? 不过成全了鱼虾之口而已 特别搞笑的是 打的满地找牙子的遗老遗少 把失败原因归咎于所谓的汉奸 还特地力杯羞辱泄愤 但是当时的汉人实际上是金国人 和宋人没有任何关系 后金更有以不足20万的巴基子弟 踏平中原横扫千金 这是历史 经常给人们开玩笑 纸上谈兵和沙盘推演的优越感 就从来没有兑现过 我指的是某大国 高手过招,步步伶俐,招招夺命 没实力就只有被吊打了份 近代历史 本身就彻底颠覆了人类对战争的认知 我们知道八国联军不过才2万人 武器装备未必领先 却直到京畿,锐不可挡 918事变的关东军 总兵力不到3万 却如入无人之境 整个清华日军总数顶剩时期不过100多万 却把某大国打得千疮百孔无力招架 朝鲜战争当然不甘提起的是底屏里战役 陷入重围的美军23团队才4-5千人 却杀伤了几倍于几的敌人 这种类似的战争 古军中外的历史上不胜枚举 所谓人海战术不过就是掩饰无能的笑柄 丧失了无辜的生命 包括大量的平民 这种情况 并不是有靠人就能获得战争胜利的 任何具有屠城思维的战争狂人 最近听到一些人讲说 我们宁愿牺牲 中原的大部分地区 多少多少亿人 也要跟你决一死战 等等的这些言语 发出了所谓全民玉碎的叫嚣 实在是太没有人性了 纵观历史包括匈奴在内的北方的游牧民族 从来就没有在人口数量 武器装备甚至科学技术领域 超越过泱泱大国 却足足困扰了华夏子民2000多年 数次亡国差点灭种 只是国人不愿意承认 现在连街头的惠惠都明白 就是群奴和泄斗 也不全是靠人数去胜 如果简单的数字对比 能够决定战争的胜负 那么以色列人早就连骨头汁都不胜了 自是种群数量庞大 就挑衅狮子老虎 猪都不会那么蠢的 现代战争一线端倪 有些敌人根本就用不着武装的牙齿 也不需要远射重阳兵临城下 精准打击和定点清除 至剩1000里之外 仅此而已 而这种恐惧和威慑 恰恰是当代战争的和平的保障 在海外 国内一般的华人都生活了大概几十年 奇怪的是为什么老外不太喜欢用微信?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由于原因可能是国外已经有成熟的支付系统和社交程序 而且通信费便宜 但这不是主要原因 因为大多数的国家支持自己的软件 对于境外的软件采取排气的措施 但是在市场经济里 除了极少数一些涉及国家安危的企业 大多数的行业都是自由竞争 其实并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软件 所以我要说 微信在中国的国外没有像国内那么火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欧美国家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 不像中国走得那么近 也没有像中国那么样晚上吃什么,早上穿什么 都要上朋友圈来说一下 生活在海外的哗然 几乎就没有和其他族裔朋友群聊的需求 有什么事单聊就行了 用短信类,这个APPS完完全全满足了单聊的需要 而不像中国人 动不动就组个群,大家一起聊 携家旅游也要拍一大堆照片 放网上,让大家点赞 从好的方面说 亲友之间走得近是中国人的美德 但是生活中的很多矛盾 也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界限不分 走得太近而造成的 欧美人是非常重视隐私的 轻易不愿意让人过问和知晓 他的家庭或者个人的事 所以实在没有需要时不时泡在网上 与人共享自己的即时感受 或者随时关注别人的动态 另外,中国人的族裔单一 大家的需求就比较划易 做一个什么产品就可以获得很多人的欢迎 而这个国外是个种族混居文化生活 需要自由发展的环境 需求大相径庭 不可能有一个产品大家都高兴的接受 当你的朋友分成很多种不同需要的人时 你就无法用一个软件把它们全招到一起 这也是微信无法在海外大面积推广的另外一个原因 微信这种社交软件 一定要在你认识的人中 有足够量的人用 你才会用 首先 我们先要了解一个为什么 微信为什么会有如此大量的华人用户在使用它呢? 就是因为微信初始用户绝大部分就是从一个在微信面试之前 已经运行11年的QQ用户里的关联注册来的 这个原始的用户量群体是非常大的 其次 在微信刚刚推出之时 相比于QQ复杂多样的功能界面来说 微信的界面和功能非常简单 却又正好实用 也不卡 再有就是微信 当时主打的就是语音短消息模式 这在当时是个非常让人需要的一个特有功能 而微信当时开发出来的动态空间 又起名为朋友圈 可以看出它的定位 就是主打一个亲朋好友的关系圈 给人的亲切感 再之后 又以通讯录电话为录 微信可以读取通讯录添加好友 免去搜索添加的麻烦 习惯性的使用 再慢慢的为微信做了推广 说到习惯性的使用 微信又推出了支付功能 红包功能,转账功能,扫码支付功能 这个就让微信的用户量成几何倍数的增长 因为这些支付手段都已经成了习惯 其实在中国国外也是一样的 他们都有自己国家的通讯软件 他们自己的通讯软件也是很方便 很快捷的 所以当中国人习惯在微信上聊天 或者是视频通话 而外国的手机往往都是无限量的 通话时间都是免费的 所以他们用手机本身就可以实现聊天 视频通话了 但是现在问题是 如果美国川普政府要禁掉微信 一路上如果没有法律的障碍 要求通信商屏蔽微信 在美国的华人怎么能够保持联系呢? 最简单的方法 我建议只有一个 还是VPN 许多人对这种技术并不陌生 不过在挑选VPN服务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永远要避开免费的VPN 因为它打破VPN背后的想法 在线提供安全性 免费的VPN会出售你的数据 你的电子邮件地址 把你的设备作为出口节点 所以有两个关键的考虑事项需要记住 你的隐私和性能 你的VPN需要强大的安全措施 使用不低于行业标准的256倍AES加密 确保流量、IP地址、时间戳、带宽和浏览历史不泄露 其次你在上网、下载、聊天的稳定性和速度是基本要求 此外还应该始终避免VPN对带宽、速度 或可以切换服务器的次数 设置人为的上限 这就是如果一旦川普把微信给进了 在美国、在海外生活的华人 如何使用VPN反过来和中国亲友联系的方法? 派TV 欢迎订阅 我们明天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